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坤峰 歡迎加入今天的帶風向 好啦不過講到民進黨現在真的順風順水嗎 我們答一個問號 現在包括我們之前像一些防疫上當然啦 大家在緊張的時候 這個陳中部長這次表現可圈可點 蘇院長呢很多的政策也是當機立斷 我覺得這個都是加分 但是包括最近像郵院長因為這個家裡巡邏鄉的問題啦 還有這個徐共部長久策的問題 大家會覺得哇好像是不是狀況外 還是說這事情小事被放大了嗎 先問一下委員你怎麼看 這兩個事情當然在社會上都引起很大的負面貧 確實是那個在防疫的時候 一個插曲啦不過是小插曲 因為重點還是很快拉回到防疫本身 比如說口罩2.0就一個新的作為 還有目前防疫中心他每天的記者會 還是深深的贏得民眾的信任 就好像陳時中部長 其實我因為我沒有在衛環委員會 我其實以前跟他接觸沒那麼多 是 但是聽說他跟委員都不是很親近 他不是那種打公關的部長 他自己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 現在立委看到他遠遠100公尺就好 部長好了 一夜之間成為英雄 所以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英雄 幹嘛100公尺 2公尺以外就好了 幹嘛100公尺 一夜你怎麼看你怎麼看 他就遠遠跑過去抱著他 民進黨現在執政也穩了 所以大家就官大學問大 還是說這真的是一點失言 像剛剛委員講的 這個是個瑕不掩心 現在其實以前叫做現任優勢 其實未必也 現任也有包袱啦 因為辦總統制或是雙手掌制的國家 包含南韓啊 台灣啊 特別是台灣 中華民國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人民是非常吸引研究的 因為我們跟內閣市不一樣 我們是人民的意志的總體展現 因為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只要20歲 1980萬 所以老百姓的心是浮動的 其實耐心是有限的 那可是呢 他們不管怎麼做 我還是回到那個 就是跟老共的態度要處理好 你一定要建立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回到你真正領的 我們國民黨的黨綱 那你今天跟老共進的話 他怎麼做 你都選不過他 等到我們主體性確定的時候 那再看大家的能力 施政內政 那再看嘛 那個時候才是國民黨喘一口氣的時候 那接下來 蔡英文8年完以後 我講個最新的民調 綠黨憲政有做 你不要小看國民黨 朱立倫36% 柯文哲20% 蔡進的26% 就是國民黨大概就是四成的票 那綠白大概就是六成 我想這是基本面 因為這個跟以前顛倒 欸白不能送我們的吧 白比較偏你們 白的票大概 你也偏你們送給你們 不是 白的票大概用年輕人為主體 年輕人比較不愛投國民黨嘛 大概四分之一是國民黨 四分之三是民進黨 如果白沒有參選的話 那柯文哲看起來會參選 而且他的佈局 我看台北市每個區 他的佈局有兩個大項 第一個台北市每個區會提兩人 這是很大的風險 提一個躺著選 提兩人搞不好是領袭 他一區一起辦 我認為可能是比較好的估計 那那天蔡壁如委員說 高雄罷免他們不會缺席 難道是他要御駕清政嗎 他意思是說罷免過以後 他要推人啦 他要推人啦 對 無限關公司 另外地方權體的大項 小項是市議員嘛 對 大項什麼 他們六都想拿下一都 至少要保住台北市嘛 目前看起來是這樣子 台北市保住是困難的 我覺得難啦 你們徐國勇什麼 可能都會出來 那可不可以推誰選 黃珊珊 黃珊珊不夠強 黃珊珊推 那誰才可以推 不會推你吧 不當然我是國民黨 怎麼會推我 就兩個人選啊 我就天馬行空想台北市 黃珊珊的話 因為在台北市 國民黨拿四成是一如反掌 拿四成五不容易 我在台北市 我是在台北市的國民黨 然後所以我們的關鍵是 無黨那個 那個或是民眾黨 這個叫第三勢力好了 如果能拿20% 會拖垮民進黨 那如果10%以下 會連民進黨都拖垮 就你看我舉例說 蔣灣的選區 推那個男 那個叫什麼 那個何錦龍 對何錦龍 何老師 何錦龍是 因為推何錦龍 就是放水給蔣灣 你知道 因為是最弱的第三勢力 最強的是誰 是新竹那個 那個漂亮女生 那個共同時 時代曆那個 六七萬票 所以這個席 如果是黃國昌選 就比黃珊珊強 黃國昌就會拖 你們跳多一點 假設徐國勇 我隨便講 拖到 那國民黨是相對有利 所以三國制 已經成行了在台北市 所以這有點複雜 不管是鬥爭 連打擊吃藥的 最後還是要看 主將的個人特色 那個將會是 個人的魅力 最後的關鍵少數 對正 那我們的關鍵是 蔣萬安 他不見得會選 我認為一半一半 他是最強的 可是蔣萬安 興趣沒有那麼濃厚 我認為他選最強 那他不選的話 碰到什麼困難 沒有候選人 國民黨台北市 這是我們本黨的困境 李彥秀啊 沒有李彥秀 沒選上立委就很困難 而且李彥秀 不是那種魅力型的 就是李彥秀做得很好 他是打拼型 李彥秀啦 李彥秀 李彥秀可不可能自己選 他可能選 不是 李彥秀 市長跟總統 他總要挑一個來選 他是主席嘛 那我現在看起來 有可能選 本來我認為就是他 他選當主席 他選市長 我的政治判斷 可是看起來 有布料料理的話 說不定有總統的局 就不一定了 江選就解決問題了 如果蔣不選 如果蔣跟蔣都不選 那台北市是有天大的問題 沒有人喔 國民黨 所以再拉回軸線 就是民眾黨 一定要拿一席 所以簡單講 你今天你要做 你今天 劉邦是開國皇帝 劉備是三分天下 最小的數 會數 向羽 他不是向羽 我覺得民進黨 在下次台北市有機會 是因為 柯P是現任的市長 他坐滿兩屆 他不可能不推人 因為他現在有自己的政黨 而且他是執政黨 他沒有候選人就說不過去 那國民黨更會一定會有 就是天通國 國民黨地盤 那民進黨當然就有機會 因為現在的白啊 已經跟國民黨的選票 在約在台北市 我覺得重疊性很大 那至於年輕人的票 這個確實 這個民眾黨 能拿到很多年輕人的選票 不過講到年輕人的選票 這個就是我剛講的 國民黨如果不反共 就沒有錢 那就一點 一點都拿不到 因為 因為你各位想 每四人就有120萬的手頭主 對 那老了就離開 那你說年輕人選票 人家說18歲推很久 民進黨也推很久 反正這個當然是修憲的問題 我補一句就好了 我簡單講 你想要拿 因為50歲以上是國民黨強項 我們分析台北市 那49到49要搖擺州 那是看候選人的個人的 那20到35歲 甚至到39歲 一定要挑一個 那挑一個是民進黨 年輕人最不討厭的國民黨 選舉才有機會 在台北市 我應該這樣說 但是柯P以前的特色就是說 他個人充滿魅力 但是他支持的幾乎都是落選 對 他選票不能移轉 因為柯P那個 所以他這次很聰明 他立委的布局 盡量你部分區為主 你看柯P的危機 他看到了 柯P說兩愛一家親 他生率出生228的受難家屬等等 然後他好玩抓頭 年輕人很愛他 可是當他不反共的時候 他一票 他一半的票是被蔡英文弄走 你看那個民調 總統民調 所以這是柯P的危機 兩愛一家親還要不要繼續講 對 這個是他要想 現在很少講 再講的票又繼續補 不過接下來 可能雙城論壇 他要遇到這個問題 對 但是他在台北市 勢必民眾黨要推了 所以如果講話 剛剛國民調愛惜他的話 不應該讓他選 因為在這種分裂狀況下 只是講話人參選 最不好的狀況 可是沒有人啊 可是國民黨誰選 原來鋪了這麼久 你是叫我們練臂邪劍法 先制攻是不是放棄 剛剛都鋪了 鋪了四十幾秒 原來是要講的 找一個 當然要提名 但是不一定要提最好的 因為最好的出來不一定會當選 好啦 民眾黨一定有了 這個就台北市 反正到時候看看個人特色 我們再來喬喬看 不過最後要來關心一下 委員阿里耶 連署提案 黃安條款 那現在進度如何 那個已經完成連署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送到 不會只有兩個人連署吧 沒有沒有 這個有規定的 我們修法案要 我韓國現在要 超過十七個以上 okokok 那我要送到 衛環委員會去排審 那我會拜託 可是很多朋友也來說 不要殺一個黃安 殺死千千萬萬的 子餘 這個是這樣 修法當然是一視同仁 對 我不管你是 這個沒有分政黨 沒有分藍綠 是 就是一體適用 那我發現很多海外的鄉親又反對的 那經過我跟他們溝通以後 我發現 幾乎都是誤會我修法的方向 我簡單講 我的修法就是說 不再讓海外的台橋全部都繳最低收入的保費 ok 要跟國內的同胞一樣 分級來繳那不同級距的一個健保費 就現行 現行我們的分類是把海外的台橋 全部都讓他們四同 幾乎等於國內無固定收入者 都繳一個月749塊 這個當然是不公平 對 這也是錯誤一個做法 我跟健保水官員談 我公開質詢陳時中部長 他們也認同我修法的方向 那所謂的台橋我的定義 那什麼叫台橋 我的定義是 也是目前健保法的規定 就是在台灣沒有住滿183天 好 沒有繳稅 你在國內沒有繳稅的人 好 那目前的健保法就排除幾個特殊的項目 例如公家或者是私營企業派駐外人員 這個不算 對 留學生 或者像一些產業 像允洋漁業的 等等 這些當然反而就不算 那如果未來這些海外台橋 那它如何跟我們一樣來不同級距申報 母法修過以後 我是授權要求健保署 你要去制定一個表 嗯 你的專業嘛 對 你可以訂出國內的 你也可以訂出海外 所以就是那個級距嘛 大家對號入座 該腳多少就腳多少 那如果說 有人說我在海外啊 我已經沒有收入了 也可以啊 你可以報海外台橋表 那個最低的項目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公平性 所以健保應該大家一起來共同承擔 是 也有很多海外的鄉親上跟我說 他願意多繳一點 因為他每個月都繳七百四十九 春風的妹妹繳多少 你妹妹是不是昆凌 好冷喔 太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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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這個又到了節目的尾聲 好啦不過我們希望 俊憲委員繼續幫我們推動這個 我相信很多大家認為 公平正義在前面的時候 我們也不要說是去獵巫或幹嘛 針對誰誰誰 把它按照級距 那該繳多少就繳多少 大家怎麼樣 心這個心知肚明 然後什麼心甘情願 我覺得這樣就好 健保這個制度 讓台灣能夠永續的經營 最後啦 帶風向現在的最新遊戲 兩個猜拳一下 猜拳一下 先猜拳我再告訴你們要幹嘛 好你讓你問 好讓我問 你們 剛剛是他輸是不是 沒有我們用協商 喔協商 政黨協商 經過政黨協商 現在他讓他問 我可不可以跟柯總招握個手 OK 沒有我們先要這樣 我們的什麼 真心化大冒險 但是不是問愛情 也不是問事業 我們來問一些政治的民感原因 OK 好不好 那就由我們冷面小將來提問 問中小平 你真的喜歡高嘉瑜 沒有 哇靠 哇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說什麼我沒有聽見 小平兄 你真的喜歡高嘉瑜嗎 沒有 口腦口腦很清楚 所以你跟他要定 口腦很清楚 口腦清楚 你最清楚 你可以選台南市長 我 中中 高嘉瑜鬆一口氣嗎 還是 大家都鬆一口氣 帶風向 好啦我們今天要謝謝我們的立法員林俊軒 還有我們台北市議員中小平 一起來跟我們 帶風向